那么下面一个我想讲的是 可以讲这个先情的韵文 所谓先情韵文 先情韵文 先情韵文实际上是可以把它看成 我要讲的是南北文化的异彩 南北文化的异彩 因为先情时候最重要的 从韵文或者说从我们今天讲的诗歌 或者韵文传统来讲 最主要的就是诗经和楚词 其他当然有 最重要的就是诗经和楚词 诗经和楚词 基本上诗经可以代表着北方中原文化 当时主流的中原文化的成果 楚词当然代表南方处地文化的一个结晶 这个大家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讲南北文化的异彩 异彩当然可以有两个理解 第一个意义就是它异常的有光彩 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还有一个异彩当然就是南北不同 南北表现出来的异样 这个角度去理解 那好了你们这个学期 你们是有这个时骚的课 所以我这个部分可能也不是太多的去展开 太多的展开 给大家 就我一些基本的给大家 我觉得从文学史上 你们需要了解的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个文学史的课实际上也就是这样 那上次有一次开一个会 上次我上次讲了很多这个文学史的 关于文学史的这个讨论 有一次会 这个我后来也没去了 那当时 当时北大一个会就讨论这个问题 我当时最早提了一个论文 给了一个提纲 就是文学史有什么用 文学史有什么用 我其实我觉得文学史没什么用处 没什么用处 只是告诉你这里有那个 那里有那个 只是一张导游图我上次讲 只是一张导游图 那个如果真正讲诗经的话 确实诗梢都该不该合在一起 诗梢实际上是两回事 实际上都可以分开 你仔细去读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但是如果你这么匆匆的讲过去 可能一点 就是很少有感觉 那个时候我读那个谁 就是那个木旦翻译的 这个普希经的那个诗 就是那个常诗 那个很有名 就是那个欧根奥涅经 他翻是叫欧根奥涅经 现在有了好几个译本 叫耶夫根尼奥涅经 但他翻的是欧根奥涅经 那个木旦当时可能在芝加哥学的俄文 可能在学 然后他就翻那个 我还是最喜欢他那个翻译 因为诗人的翻译是最好的 其他人都翻译的翻译家 当然很好 但都不是诗人 他翻译最好 除了那个以外 我记住他很多 那个普希经那个诗之前 他很多 很多章前 他都会引一些别人的诗句 别人的诗句 我记得有一个 就是他 普希经记得是他前辈 他的前辈的诗人 叫巴拉廷斯基 他给巴拉廷斯基 引了一句诗 就叫活得匆忙 来不及感受 活得匆忙 来不及感受 那个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 就特别记住这句诗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个是有道理 我们这个时代越来越 你们的话就可能 现在很多人讲 现在浮躁 我觉得可能不是 不得不浮躁 就是现在生活节奏太快 现在生活节奏太快 你这个 你活着每天都不知道 这个在干什么 所以就没有感受 另外一个 其实讲到文学史也是 文学史要 这个 一年两年里 或者一个学期里 要跨越上千年 那个所以 有趣的东西 实际上是非常有限 非常有限 那个 所以我这里就那个吧 诗经我就播 一些最重要的 给大家讲 提一下 那诗经当然 从这个文学的角度来讲 是中国文学 最早的那个代表 但是呢 我这里也还是要说 就是诗经最早 其实它并不是 我们今天所讲的 我之前导论 就说过 文学的意思 是后来逐渐 逐渐产生的 所以诗经最早的时候 它并不是作为一种 自觉的文学创作 而诞生的 并不是作为一种 自觉的文学创作 而诞生的 这个下面会涉及到 这个诗经的 这个 它的来源 它的构成 我们都可以看到 其实 最初 那它可能是 有一些是出于 情感的需要 有一些是出于 这个实际的 生活的需要 有些出于这个 特别是仪式的 那个需要 仪式的需要 它那个一个文化 制度的一种需要 所以它 它 它产生出来 而且形成这样一部书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了解的 我们现在当然讲 这个 诗经是一部 这个最早的一个诗歌总集 从文学的角度来讲 是没有错了 当然是对的 但是呢 其实它 绝不仅仅是一个文学的 这个点击 它其实也 可以从这里面 印证许多 当时历史文化的 这个信息 我上次记得上次也提到过 这个比如胡适 胡适讲 讲哲学史 就从这个 西周开始讲起 为什么从周公开始讲起呢 就是因为他仍有诗经 诗经之后 这个很多历史的信息 就比较缺失了 所以我首先想讲呢 就是说有一些基本的 要给大家交代 就第一个 那比如说诗经 是什么时候才有的 才称诗经呢 孔子啊 孔子没有的 孔子曾经是谈到过 那孔子讲的是什么 诗三百 一言以弊之 曰诗无邪 所以它是叫诗三百 孔子教他的那人说 不学诗无以言 不学诗无以言 教他的儿子说 不学诗无以言 他就叫诗 所以孔子那个时代 是不存在诗经这个概念 我们现在大概 诗和经结合在一起的 最早的现在大概是荀子 荀子才提到 但荀子那里 也没有诗经这个概念 荀子只是说到 有什么经有什么经 有一些经是非常重要的 经是那个怎么讲 是非常重 就是大本大经 他在谈到经的里面 提到过诗 他对诗还是单独一个字叫诗的 那当然我们从这个理解 可以说他把诗看成这个经 对不对 是经那个部分 但是诗经这个名义 其实是非常之晚的 孔子那个时代 其实只有这个所谓诗 或者诗三百 诗和诗三百 后代当然有所谓五经 诗书里月 亦春秋 和在一起 那当然就叫诗经 所以真正诗经这个名字 是非常短的 你如果读先秦时代的典籍 或者说你们要做这个标点断军 那是很麻烦 他经常古人 他被汉人 他直接叫诗人 但那个诗人 跟我们现在概念完全不一样 我们现在讲 你写诗的就叫诗人 那个时候诗人就是说 诗经的那些篇章的那些作者 叫做诗人 所以严格来讲的话 你如果要做 用现代的标点 古人大家都知道 古人是没有标点 如果现代标点的话 这个诗最好是打上书名号 这个诗 做诗的人 是这么一个 不是说单独打一个引号 就作为一个诗人来看 所以早期就是叫诗 诗三百 这个是非常之普遍的 在先情春秋战国的典籍里面 这个是非常之多 真正叫诗经连在一起的是 绝无仅有的 那个一直到起码 一直到汉代 还有人叫诗三百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司马迁 他做那个报仁安书 他一个判断 就叫诗三百篇 大地圣先发愤之所为作也 他那时候还叫诗三百 所以这个概念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这个实际上是被后 这个经也是被后代 确立起来的 特别是就是汉武帝 那时候历了那个推重儒术 推重儒家学书 历这个五经博士以后 这个诗经这个名目才清楚起来 诗经一共多少篇 三百零五篇 三百零五篇 其实应该可以算几篇 那六篇是什么 深思在什么部分 雅的部分 哪个雅 脚雅 所以实际上加起来是三百零一篇 三百零五篇是那个 我们现在真正的是三百零五篇 那个就叫深思 对不对 深词 那个基本上是 可能有的讲是没有歌词的 只有声乐 可能只有声乐 那个诗经的片幕 它有很多片名 片名是怎么定的 片名的定法 其实跟先秦的很多点击的定法一样 都是取开头的 取开头的官居 官官居丘 它就叫官居 所以很多都 基本上大底是这个 这是先秦时代命名的一个习惯 基本上是这样的 然后有的时候 这个是有问题的 有的时候这个是有问题的 我想实际 比如说庄子 因为我会讲庄子 庄子比如说有马蹄那一篇 对不对 马蹄那一篇 照我们现在讲起来 它取马蹄这两个字 实际上是破具的 因为它讲马蹄可以溅双血 毛可以披风寒 所以说应该是马蹄如何 毛如何 它把这个马蹄合在一起 实际上是有问题 这段句应该是马蹄可以溅双血 毛可以披风寒 但它不管 这个没有关系的 这个题目有的时候不通 也没有关系的 所以它基本上 所以诗经那些片名 都符合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下面这个不用说了 就是说诗风雅颂 如果诗经 我以前 那我就直接这么讲 以前讲文学史 现在可能不这样讲 以前因为课时比较多 讲的比较多 讲完之后 这个考试之前 大家要复习 说诗经要掌握什么 我很简单就跟他讲 如果你要掌握诗经 文学史上要了解诗经 其实就六个字 如果你掌握了 这个什么 风雅颂复笔信 其实如果你知道 风雅颂复笔信 了解的比较清楚 那基本上诗经的一些 基本的概念都有 为什么是风雅颂 风雅颂怎么解释 风雅颂 风雅颂本身的含义 而且它本身也是诗歌的一个 也是诗经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结构 是怎么样 那风当然是15国风 不用讲了 雅是这个大小雅 一共是105篇 风是160篇 雅是105篇 宋是40篇 40篇是周鲁颂 周鲁颂一共是 有三种 周鲁颂颂和商宋 其实商宋 就是商宋这个问题 诗经里面有商宋 这个商宋到底是什么时代的 这个真的不可开交 这个商宋到底是什么时代的 这个其实牵涉到一个诗经的一个时代的问题 涉及到诗经的一个时代的问题 有的人认为这个不是宋 商的宋 是什么 是宋 因为宋国大家知道宋是什么 宋是周破灭了商 推翻了商宋之后 是因商的那个保留在这个宋 是宋 所以他这个 有的人讲这个是宋代的 不是商的 不是商的 真的不可开交 各种意见不同 因为这个牵涉到 如果这个部分是商宋的话 那这个诗经的时代就是 我们现在讲诗经的时代大概是什么 一般是讲从 一般现在讲是西周之初年 一直到春秋的中期 大概是这么一个表述 大概是这样一个表述 但是如果商宋加入的话 那当然这个时代就要往前推了 有些人不承认 有些人基本认为是 这个商宋其实是宋代的 宋国的宋 宋国的那个东西 并不是商代的 并不是商代的 所以两边 但现在还是有人坚持认为 这个商宋就是商代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 我没有特别的研究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们基本上 可能理解上都是有一些 可能都有一些偏差 就是说坚持认为他是商宋的人 坚持认为他是商宋的人 这个恐怕现在看到的 肯定不是商代的文本了 我们写说看到的诗经 肯定不是商代的文本了 即使他算是商宋的话 肯定不是商代的文本了 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 这些实际上都是不断地被传操 会被改写的 所以那个文字上来讲商宋 现在的商宋 即使是商代的 也不是商代的文字原貌了 那个现在认为是宋代宋的人 他有很多理由 认为不可能是商代的 但是这个宋 既然继承了商的文化 很可能还是跟这个商 还是有关系的 而且他里边的很多的这个传说 比如说商是怎么 这个民族的始祖 是怎么来的 那些东西都是渊源有字的 那个传说 都是可以逆推上去的 所以这个周鲁商有三宋 封雅宋的解释大家都知道了 封的解释基本上 封雅宋基本上是从音乐上来讲的 封就是各地的民间的土书 这个雅 当然是可以讲是各种解释 是雅正的意思 是雅正的意思 有的说当然 有的当然更发挥政治上的含义 基本上有的说雅 有的说实际上就是下 通这个下 基本上是这个 照朱熹的解释 小雅是当时的宴会上的音乐 大雅是当时朝会的音乐 当然也并没有特别确凿的证据 确凿的证据 反正有这个雅 雅是正音 那么宋 宋是有很多的这个解释 宋的解释 比如说这个软元 清代的软元就把这个宋字解释成什么 解释成这个容 解释成这个容 容是什么 容就是什么样子 那表示这个宋实际上是有那个 有舞蹈 因为古代中国是这个叫 是歌乐舞三者合一的 就是都不能分的 它是同样一种综合的一种艺术样式 综合艺术样式 所以这个宋的部分呢 有的人那个照软元他们的意见呢 可能跟这个舞蹈的关系非常的密切 但这个呢也不确凿 因为宋里边确实是有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舞曲 是一组舞曲的这些 这些啊 那个所谓大舞乐章 这个确实是有的 但是不是说宋诗 我们今天看到的 周 鲁 桑 这个三宋里边 所有的诗都是所谓的 都是所谓的舞 都是可以配合舞蹈的 不是的 不是的 所以这个一般的解释 认为宋诗都是可以配 如果理解成宋诗 都是可以 都是一种 怎么讲 是一种舞曲啊 或者是一种舞曲结合的 那这可能是有问题的 可能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 这个基本上可以讲 宋大部分是 可以讲是那个庙堂 祭司庙堂啊 那些仪式上的那些作品 那些作品 比较多 当然所以 所以到这个 那个什么 嗯 分雅啊 这个部分呢 我相信这个舞的成分 是非常之少的 它实际上是 因为在歌舞 乐的三者 原来都是结合在一起的 就是想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 那个就是最初的那个舞蹈 他们可能在一起啊 围着篝火 又唱又跳 又又又又 又唱又跳 又唱又跳 但是后来分离的时候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是舞先分离出去的 舞蹈先分离 舞蹈可以单独的就分离出去 然后歌唱可以单独的存在 很长时间单独存在 那歌唱本身这件事情 它就有歌 有歌有词 对不对 有歌有词 所以歌和词的分离 是更晚一些 就或者歌和诗的分离 更晚一些 那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分离 实际上是在这个地方做分离 所以现在我们的宋诗里边 有一些确凿的证据 这个因为诗经研究实在是非常之多了 那确凿证据就是宋诗里边 有一些确实是整个的一套舞曲 是跟舞是结合非常密切的 但是这个风和雅里边呢 基本上很难说是有舞的这个成分 它基本上是歌和乐 应该都是可以唱的 都是配合音乐的 但是呢它主要是这个成分 没有舞的成分 大概可以这么来讲吧 风雅诗我想 那个也大概提过了 那诗经的年代的问题 年代的问题大家 这个我刚才已经提到 就是说怎么看待 它的上边的上线 很大的问题 就是怎么看待这个桑颂的问题 怎么来看待桑颂的问题 那个如果认为这桑颂是桑代的 当然就往前推 如果认为桑颂基本是宋代 不是不是宋代 就宋国的那个作品的话呢 那基本上就是上线 基本就是西汉的初年 这样子下来的 基本上这样下来的 那么它的下边 它的下线是什么呢 下线是这个 也有很多这个 这个人做过这个研究 现在一般呢 比较多的人认为 它诗经里面可以确凿确定年代的 这个从汉代开始 很多人都把诗经都要落实 就是说这个作品是拿的 是怎么样的啊 那个可以决作确凿年代的 实际上是陈峰 陈峰珠林这一篇 这一篇 这篇呢是有本事的 当时是说什么呢 当时就是说当时那个 那个那个陈国的那个国 国军叫陈林公 陈林公呢和他两个陈子呢 这个和一个 和一个姓夏的 那这个呢 这个怎么讲 这个 有 也不好讲 不正当关系 反正就是有关系 然后呢 就经常这个 然后那个诗里面写什么呢 都很有意思 他这个 不知道要不要 就是说 那诗里面直接写 就是说他们 他们 他们 坐着马车啊 就跑到这个夏 这个地方去 那么去干嘛呢 说是 是 说是去见这个 另外 是去见这个 夏 夏真珠 这个呢 是夏基的儿子 说是去 去见夏真珠 但是当时呢 所有人都知道 实际上去找他的 这个小夏的妈 去找这个夏基的 那么当时就有很多种 那个 然后这个事情呢 就是非常的 非常的糟糕啊 就是搞得非常糟糕 最后呢 这个 这个夏基的儿子呢 就忍受不了 就把这个陈林公给杀了 陈林公给杀了 那么这首诗呢 应该是写这个事情的 当然他没有写这个 杀他这个事情 只是说这个 陈林公这个 欢迎无道啊 就经常跑去找夏基 是这么一个诗 那么这个当时 这个夏真珠 杀这个陈林公的年代 是确定的 就是公元前599年 公元前599年 那就是公元六世纪 公元前599年 那个六世纪初的时候 那么从这个来讲呢 就是说 这个基本上 现在认为是 诗经的那个下限 下限 所以往前推呢 就推到这个 数百年间 我推到十周初年 大概是这样一个 时间的这样一个断线 时间断线 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有一个问题 是比较麻烦的一个问题 麻烦的问题 是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这个 诗经的这个 这个怎么形成 现在诗经这个文本的 如何形成诗经这个文本的 形成诗经文本的 这个我们今天都知道 我们所谓有这个 封雅 就是封雅宋的三则 有封雅宋的三则 那么这个三则呢 就是说 这个三个结构了 那三个部分 那它怎么来 这个成型的 这些作品的来源是什么 这是一个 争论很多的问题 现在最 大家最 谈到最多的 或者说 现在 所谓有彩诗之说 就是彩诗之说 彩诗之说的根据呢 是 最重要的是两个 一个是汉书十货字 汉书大家知道 是这个 班固 中汉的班固 做的 汉书十货字 的一段记载 他 他当时说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有人呢 就是孟春之月 群居者将善 就是那些人呢 就正目夺 寻于路 以彩师 献于太师 就专门有这种人 敲着这个目夺 夺大家知道 敲着目夺 这个去 到孟春 的时候 那这个 春末的时候呢 就有 这个 这些人 为什么 因为 这个之后 大家是什么 就是开始要 夏天劳动了 就是要开始农忙了 他起码从那个时候 晚春一直要做到 这个 秋收 到冬天的时候 差不多那个时候 就是农闲的 休闲的 所以那些人 群居者将善 原来那些人都住在一起 这时候都要善了 善师的时候呢 就有人来敲着这个木夺 然后来踩师 把你这些师都收上来 我不知道 可能这些人 群居在一起 时间长了 这个一个冬天下来 或者一个春天下来 有很多这个 大家在这里 没事就编点歌呀 说点八卦 可能有点这个 所以这人来踩师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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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